居住在南加州Pasadina的民众要注意了 210号高速公路在近期会进行路面的捲修 速会封闭部分路段 请民众要做好准备要提早出门 加州交通局昨天提醒民众 210高速公路Pasadina等路段进行部分施工 从昨天起到本周六的12号 每晚将封路长达11个小时 民众应该做好绕行的准备 账束期间每晚7点到早上6点 210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 主要是为了整修路面的施工项目 这将会对多个城市的居民产生影响 其中包括Pasadina La Crescenta La Canada Flintridge等地方 交通局还提醒 这几个城市的居民需要提早做好绕行准备 在施工晚上会派出多辆洒水车 来帮助降低施工带来的灰尘影响 主电频道编辑报道